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lass。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英语课堂。 这节课啊,我们来学习Unit 1, Our School的第四次课。 那我们第四次课是用来做什么呢? 你们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 诶,对了,我们第四次课就是要来练习到我们的听力,对了啊。 那么练听力之前,我们这一侧啊,来了一个新的单元,什么单元呢? 好,我们这一个单元啊,新加了这样一个模块,pronunciation,pronunciation是什么呀? 我们的发音,那么我们英语啊,我们的中文是不是有四个声调,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英语也有pronunciation,那么也就是我们的发音, 我们发音,诶,同一个字母啊,同一个字母会有不同的发音。 诶,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同样都是有什么字母呀? 同样都是有A这个字母,对不对? 诶,我们看到啊,全部都是有A这个字母,是不是? 但是他们发音不一样,我们看看,首先第一个,听老师把第一排练一遍, 然后你们找出这一排,它的A是发的什么音? 第一个啊,cake,snake,grips,face,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找出这个A到底是发的什么音呢? 诶,老师再来读一遍啊,cake,这个是什么呀? Cake,snake,snake,snake,grips,grips,face,face,face 诶,小朋友们,诶,细心的小朋友肯定听出来了啊, 同样都是发的什么音啊? A,对不对? 都是发的A这个音, 所以啊,我们的A,它有发自己的本音,那就是A,cake, 可A,cake,cake,snake,n,a,n,snake,gr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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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这个地方啊,f,a,face,face,是不是发的A它的本音? 那么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排A发的什么音啊? Apple,bat,cat,最后一个,hat,hat, 诶,你们有没有听出来,老师这一排的A发的是什么音啊? 诶,我们再来听一遍啊,apple,bat,cat,hat,hat, back,apple,back,是什么音啊? 诶,对了,细心的小朋友一听就出来了,发的at这个音,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啊,A它是不是还有发a,a,好, 跟着老师来读啊,a,a,apple,apple,a,a,cake, cake,cake,a,a,back,back,a,a,cat,cat,a,a, snake, snake,a,a,grips,grips, 好,我们看到啊,hat,hat,hat,face,face,是不是这个A有两种读音? 哪两种啊? 一个是A它的本音,对不对? A本音,还有一个音是什么音啊? a,a,apple,对不对? 对,apple,back,cat,还有hat,那么我们的A的这个发音啊, 我们要看它的音标,不是说我们想把它发哪个音, 我想发a我就发a,我想发a我就发a,这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要看音标,这些单词它的音标会标上a, 它就是读a,标的是a,我们就要读a, 好,我们主要是这节课要知道啊,要知道a它是有两种发音, 好,那么我们完成了pronunciation之后, 下面啊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let's check, 那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看这节课的听力啊, 四个部分,那么考什么呀? 同样的还是考我们本单元学习的单词,对不对? 本单元学习的单词我相信通过我们前面三节课的学习, 小朋友一定掌握得非常棒了,所以说听力我也很相信大家能够全对, 哎,这个是有些小朋友肯定可以全对的,是不是? 首先要给自己加油,对,好,我们再看到, 老师跟你们讲过,我们听听力之前要看图画,看什么呀? ab两幅图要进行比较,对不对? 我们要看,哎,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然后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呀? 哎,是不是library,这个地方在哪里呀? classroom,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听一听,听力的时候啊,听力材料里面出现的是library, 出现的还是classroom,这个就要靠自己去听了。 好,老师不多说了,下面认真听吧。 好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老师刚刚说的啊, 第一个老师都已经提醒出来了,是不是? 看,哎,这个小女孩听力材料首先是怎么说的呀? 她说,look, this is our library, 她说,look, this is our library, we have mailing picture book,对不对? 我们有许多的图画书, we have mailing picture book, this is our library, 所以说,这一题选什么呀? 嗯,选A,对不对? 看这个地方啊,都在这里借书,是不是? 这个地方肯定是教室,是不是? 做一排,很认真,大家都在阅读, 这是在教室里面。 好,我们看第二题啊,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 哎, 一看就知道啊, 那么我们听力材料出现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这个地方, 如果我没有听到听力材料, 我首先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呀? 哎,是我们的食堂,对不对? 看这个绿色的椅子啊, 哎,我们的餐桌,是不是? 这个是食堂, 那么这个地方, 哎,这个地方是哪里呀? 哎,有讲桌, 或者说,哎,有什么呀? 有一个课桌,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看书上啊, 如果老师这个图, 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 书上是很清楚的啊, 那么这个是餐厅, 这个是老师的课桌, 对不对? 哎,好, 我们说, 这个地方, 听力材料出现的是什么呀? 他说, Look, This is our canteen, We can have lunch here. 嗯, 小朋友们, 听到了哪一个单词? 哎,对了,很棒, 听到了 canteen, 对不对? 我一听我就知道, 听到了 canteen, 没有听到 canteen的小朋友, 你是不是听到了lunch啊? 我们上学期学习了lunch, lunch是什么呀? 午饭, 或者说吃饭, 对不对? 你想, 我们吃饭的地方肯定是 canteen, 我们的餐厅,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答案选, 嗯, 选A, 好, 很棒啊, 好, 我们看到第三幅图啊, 这个第三幅图, 它不是直接给出了你答案, 而是进行了一个对话, 哎,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只要是, 哎, 我们只要是把单词熟悉了就可以, 对不对? 老师说过的啊, 单词熟悉了, 什么题目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么这一题,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地方, 是什么呀? 可以打乒乓球, 哎, Dream, 对不对? 我们体育馆, 有些体育馆里面是有打乒乓球的, 对不对? 就是Dream,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画画的, 哎, 有我们的画板, 可以画画的是什么地方啊? Art room, 我们的艺术室, 对不对? 好, Art room, 艺术室, 那么我们材料里面说的是什么呀? 首先它问的是, Is that art room? Is that art room? 那个是艺术室吗? 那么我们听到, 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陈述语句, 而是打了一个问号的问句, 好, 我们就要接着听, 后面这个小朋友怎么回答的, 如果他说yes, 那我们这个答案选什么? 哎, 就选这个, 如果他说no, 那我们答案选什么呀? 哎, 就选这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yes和no是非常重要的啦, 那我们听到的是yes还是no啊? 哎, 我们听到的是yes it is, 是的, 对不对? 所以答案选A选B, yes it is, 好, 我们看第四个啊, 第四个呢, 哎, 就是比较难的啦啊, 第四个就是最难的, 但其实也不是很难, 我相信也有小朋友肯定做对了的, 为什么呢? 其实它和第三个差不多, 是通过一个对话来把这个线索引出来的, 对不对? 虽然没有直接给错答案, 但是我可以通过yes和no来分析, 我们首先看到, 这个地方是哪里? A computer room, 对不对? 我们的电脑室, 这个地方是哪里呀? 我们看到, 哎, 有窗帘, 有课桌, 还有文件夹, 这些东西, 哎, 是哪里呀? 哎, 老是办公室, 对不对? 老是办公桌, 那我们看听力材料里面, 首先是怎么问的呀? 他说, Is that computer room? Is that computer room? 这个是电脑室吗? 回答是怎么回答的? No, it isn't. It's teacher's office. It's teacher's office. 那么我们应该选哪一个? 对了, 我们应该选B, 对不对? 哎, 记住啊, 前面那个小朋友是一个问句, 后面他的yes和no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是yes, 那么这个答案肯定就选, 哎, 你听到最开始听到的那一个地方的单词啊, 那么如果他说no, 我们就要根据后面这个小朋友说的话来选答案啊, 好, 今天这个就是last check, 我相信小朋友们肯定是有做全对的啊, 哎, 这个一定会有的, 但是呢, 没有做全对的小朋友也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把单词复习复习再复习, 那么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 我相信小朋友们听你一定会有, 哎, 一定会有进步的啊, 好, 那么上面呀, 我们就进入到了story time, 我们来讲故事,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什么故事, 首先让我们听一下吧, story time, welcome to our school, this way please, how beautiful, this is the library, there are many books here, I like story books, oh, I'm hungry, is that the music room, yes, it is, is this the computer room, no, it's not the computer room, it's the teacher's office, this is the gym, it's big, is that the canteen, yes, it is, it's time for lunch, where zoom, zum, i know, i'm full, 哎,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听懂啊, 知不知道在讲什么, 哎, 我们这个story time啊, 来了外宾, 我们要迎接, 迎接外宾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呢, 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啊, 什么有趣的故事, 我们来看啊, 哎, 首先, welcome to our school, 欢迎来到我们学校, 哎, 这个地方啊, 作为主人, 你是不是要欢迎外宾, 对不对, 欢迎外来的客人, welcome to, welcome to our school, 欢迎来到我们学校, this way please, 哎, 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学习到this way please, 老师怎么说的呀, 嗯, 是的, 这边请, this way please, please, 就是请的意思, this way呢, 哎, 这一边, this way please, 就是这边请, 对不对, 好, 那么, 看zip和zoom, 又是他们两个人, 哦, zip和zoom, 他们说什么呀, how beautiful, wow, 你们学校真漂亮啊, 对不对, 如果你去参观别人的学校, 你是不是要说, how beautiful, 或者可以怎么说, how cool,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本单元都学习过了的啊, how beautiful和how cool都可以来形容, 别人的学校非常漂亮, 非常棒,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进入学校了啊, 哎, monkey, 这里又多了一只monkey, monkey他说什么呀, is that the music room, is that the music room, 那么是不是这个音乐室呢,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音乐室啊, 哎, 里面正在有人唱歌, 他说, yes, it is, 嗯, 是的, 他就是音乐室, 对不对, music room, 是的啊, 好, 接下来, 我们看完了音乐室, 好, zip就说了, is this the computer room, 这个是我们的电脑室吗, 这个是电脑室吗, 哎, 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电脑室啊, no, is not the computer room, is the teacher's office, 哦, 原来这个地方啊, 不是电脑室, 那是什么呀, 是the teacher's office, 是老师的办公室, 对不对, 好, teacher's office,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 哎, 接下来参观哪个地方呢, this is a dream, 哦, 我们去参观啦, 体育馆, 对, 很棒啊, 好, is big, rabbit, 兔子就说了, is big, big是什么呀, 哇哦, 真大呀, 对不对, is big, 体育馆真大呀, 好, 那么zoom就说了, is that the, 哎, is that the canteen, 哎, 我们从体育馆出来, 我们又看到了哪个地方呀, 我们看到了, is that the canteen, 那个地方是不是食堂啊, yes, it is, 嗯, 是的, 很对, 对不对, 那个地方就是食堂, 好, 我们看到了食堂, 哎, is time for lunch, 啊, 我们到了食堂的时候, 正好啊, 哎, 看, 哎, is time for lunch, 是吃午餐的时候啦, 啊, 我们吃午餐的时候啊, rabbit, 兔子就说啦, where is zoom, zoom去哪里了呢, 哎, 我们看到, 哦, 没有看到zoom, 对不对, 没有看到zoom, 啊, 这个地方, 你看zoom在这里, 啊, 你看, 他们三个人里面没有zoom, 那么zip就说啦, zip说, zoom, i know, 哦, i know, 这个小松鼠就说啦, 那么zoom回来了, 他说的就是什么呀, 我们看他的肚子, 哦, 站起来了, 他说什么呀, i'm full, 哦, 我已经饱了, 啊, 原来贪吃的zoom去哪里了呀, 早就去了cantean, 他去cantean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现在呀, 哎, 他就看不到他, 因为他去食堂了, 那么现在他们三个要吃饭的时候呢, zoom已经吃饱了, 对不对, 贪吃的小zoom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课啊, 就学到这里啦, 小朋友们, 别忘了去我们的学习原地, 把我们的课后作业练一练, OK, the class is over, See you,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